PDFan都是平时我们会收到的文件 通常我们只是用来阅读 或者是keep着也会用 那么如果要添加或者是更改里面的内容的话 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好,我是SENHAU 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马来西亚KOL 平时我都会观看一些关于苹果产品的资讯 当我发现到一些有趣或者是有用的消息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些资讯post在我的 Bilibili,Facebook,Instagram或者是微博 如果你不想错过关于苹果产品重要的资讯的话 欢迎你就订阅我这几个频道吧 首先Man它自己就可以读取PDF 而且可以添加一些比较basic的东西 就像是 我的做法通常我会先打开这个tumbnail 就知道这边有什么page 然后我再开启去Markout2bar 这里就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来选了 slare了这个字过后 然后我再点击这一个 然后我就选月肉 然后它就帮我highlight了 同样的地方 然后按stract,through 它就会从中间画一条线过去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underline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underline 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改变这个字的大小字体或者颜色 来到上面这个A这边点击它旁边这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改变颜色 大小 或者是有没有underline这些很普通的东西 按一个no小过后在这边写 然后我们按随便一个地方它就收回去 然后再把它移到我们想要换的地方就行了 点击多一次开一它就可以给它开来了 而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我要edit它 或者是做一些更加advanced的东西的话 这preview就做不到了 这里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PDF element 我会把它的链接换在说明文或者是我的留言栏里面 大家可以点击那链接就可以去找 不过你也可以去到appstore 然后直接搜索PDF element 点击链接呢 你就可以到达这个页面 然后直接open appstore 然后它就会直接带你去那个download page 因为我之前已经到路过了 所以我是open 如果是你还没到路的话 你应该就是用get 就等它到路完了就可以open了 你可以从这边open 也可以从你的launchpad open 开启了后呢 我就把我刚才的PDF丢进来 这里我就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它的排版 首先右手边呢是PDF页面的control 左手边呢就是它的比较主要的那些工具 当你点击其中一个工具过后 它里面那些比较细一点的工具呢 就会显现在上方 所以我们如果要highlight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只要点击这个highlight 选一个颜色 然后就拉 highlight就可以了 怪盖我所讲的Mate里面的preview的功能呢 它全部都有 而preview里面没有的功能呢 它也有 这里呢我就把三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东西举例出来 它可以添加跟edit 还有添加照片 这个text这边 按了text过后呢 我就来到中间 这个字这边 假设我要在这边加几个字 所以我在double click这边 enter 然后就可以输入了 中文跟英文都可以 你可以添加照片 然后放在你要的地方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屏蔽掉一些 sensitive的照片 或者是字 就是你要把一些东西盖起来的话呢 可以这样做 我发现到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这个red deck 它就是像一种屏蔽一些东西 像是我不要给人家看到这一个字 按这个redation的时候呢 我再选择这个text或者是image 如果你要选择比较大范围的话呢 就会变成拉就可以了 它就会变成黑色 又或者是呢 如果你只是要这个字的话呢 只要对准这个字拉就可以了 甚至你可以 好像找出一个字 我就找这个 它有两个 然后我就屏蔽这两个 全部这个page的两个 我就会把这个字给屏蔽掉 当然这个如果屏蔽掉过后 它是不可以按住的 它可以分割这个pdf 分割pdf呢 其实可以按右手边的这个 organize page 然后再按左手边的这个sprint 在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我们可以用的 好像rotect啊 加多一个sing的 或者delete一个page 这里呢 我们就按sprint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pattern 不过这里呢 我就会用这种比较简单的 number of page 这样 我要一个pdf里面会有多少个page 那如果是一个的话呢 就代表这里可以分割成35个 因为一个pdf一个 如果是两个的话呢 就代表一个pdf里面会有两个 所以现在我就按sprint 就是分割 两个页面在同一个pdf里面 自己呢我就按open 它就会换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它就会显现出来 两面 它可以把这个pdf呢 export成不同的format 所以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这个far 然后选择export to 这边可以选择超过五样东西给我们 export 它知道我们会export成word 或者是page 所以这里我就export成page 点击page 然后选择你要的地方 然后名字 然后按set就可以了 它就会把这个pdf变成page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那里面做其他的edit 就打开来看 这个就是一个page的format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跟你分享的片剧pdf的一个tools pdf element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不错的app 大家可以倒露下来试试看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做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说不定可能他们正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最后呢如果你有什么使用mac的小技巧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是神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